就快攻跟 就打頭職業互咬啦 因為牧師我們現在也歸類為打頭職業啦 是 其實尤其 牧師可能打術士還是好打一點點 對對對 不過你為了保護你的另外兩副牌 你還是要把對手的控制術BAN掉 這也就是之所以 這次的瘋狗德 或是這些快攻 整體而言這麼多 所以術士禁用率也就越來越高 對 那 以他們兩個人這樣子的Line Hub來對打的話 其實就很接近啦 那硬要講的話 Neria是比較優勢一點 因為我覺得在快攻 互打的情況下 愚人聖是稍微劣勢一點 可是愚人聖在對到牧師 又比其他的快攻好一點 但是牧師的 就變成有一點還是要撿到石頭布 但是牧師的強度跟應對能力 可能還在快攻之上 你說對到愚人聖嗎 沒有我就是單獨講牌的強度 牌的強度 牌的強度牧師一定是擺在最高的 對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你的理解上是不是 你剛才說這邊Neria開打是不是 就是因為牧師他比較好去扛 劣勢點 對對對 所以感覺即便說愚人聖可以打牧師 但沒關係 反正我牧師基本上一定能過關 對我們現在都是當牧師是直接可以過 除了剛剛有點意外就是 意外被三關以外 但是那個畢竟機率很低 機率很低 真的很低 你不要挫斬的話機率很低 不要挫斬 但我 他那個挫斬那個時候 我沒有說是 我是說任何的玩家 我是說 牧師藏書是挫斬 很難啦很難 很難很難 這邊 終於看到這個對戰了 想問一下 Tommy有一手 我們 算是也討論很久 就是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伊費北軍要不要下 就是當然不留 在內戰的時候 喔喔喔 空場伊費 直接下啊 你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我理解是直接下 就沒什麼問題啊 就能抽就抽啊 你丟了讓對手不能丟東西啊 要抽也是大家一起抽啊 可是我問了幾個高端的 我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但我跟了幾個高端的玩家討論過 蠻多 聽到蠻多不要下的聲音 誰 誰對不對 要逼來逼是不是 誰嗎 這個 可以跟他好好討論一下 說唱人就說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是不是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是 那我可以好好跟他聊一下 好 我們有機會再找你聊一聊 因為 你來了嘛 當然你不留嘛 嗯 那來了 下 沒什麼問題啊 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因為 你留在手上的這個 回饋率 很低 就你留著要真的等到怎麼換啊 如果你後手你有其他 譬如說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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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三張來兩張 你可以等 那你不下 對啊 對啊 那如果今天你是先手 你手牌毫無關聯 一一張可以直接丟啊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嗯 嗯 Omega Zero的這個 他還特了一張爆牌魚 對 他是有放爆牌魚 不過現在 現在好像丟的是他自己要爆牌 但我覺得特這張爆牌魚說實在話我覺得並不好 呃 怎麼說 因為 爆牌魚你基本上今天你的理解就是去打控制 而且這個控制必須同時不是內戰 因為如果今天是牧師內戰 你再抽也是幫對方抽 除非 對方 除非你可以讓他爆牌 嗯 但是爆牌 你說真的爆到那關鍵牌的機率其實也是低 我覺得不會因為今天這個抽的主動權在你這 所以你的勝率提高多少 重點還是誰的5-8先來 我覺得今天你一個東西要去特化打 牧師 基本上現在這個版本 失敗一半 嗯 而且他 然後結果 結果你BAN的是速式 一般來講的爆牌魚可能在對到速式的時候也是有用 可是你不可能放速式出來 所以你能做到的就真的是只有在內戰的時候 或是 可是內戰的影響力又不高 另外一個想法是他可能預測 呃會有人帶任務法 嗯 什麼之類的來跟我打 是 那可能爆牌魚就有用 我可能爆到 因為你爆到任務法的關鍵牌 你就輸不了了 對 沒錯 你就直接贏了 因為你打P了你也一定會贏 嗯 而且同時也在加速自己 把對方打開冰箱的速度 對對對 所以 就可能是類似的原因啦 嗯 然後因為他這副 算是特化蠻多東西的 像 卡巴也是 很久不見 嗯 嗯 雖然說現在拿來裸下啦 對啊 但是 至少也算是他這副牌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是沒有放到 加基森跟萊拉的 我覺得他兩個都沒放 我覺得帶卡巴這件事情 並不糟糕 因為 他只是在現在這個對戰 比較沒用 呃 對到快攻的時候 可能會有奇效 多少還是有點用 對 只是相對剛才提到抽牌 我覺得就是可以在考慮的地方 是因為 他的有用 呃 他的有用的局 有點少 嗯 在打大多數的主流職業 是形成一個比較沒有用的存在 對 那反而卡巴這種東西 雖然說剛才看起來裸下 但他這個帶牌是在理解之上的 就是還可以接受 現在就是 看他 看他這個抽牌會不會幫到他吧 嗯 對啊 他應該 如果 Maria在 沒有辦法做 就繼續要控過的話 其實抽牌有可能是可以爆到牌 嗯 而且他已經 他已經先丟拉閘了嘛 是 所以幫對手抽一下其實也是不錯的 然後他這邊也是用火箭直接把苦痛 抽乾淨 嗯 挑到尖效其實還不錯 對 全力找 所以都能做大事 那 Maria這邊 是可以考慮要不要先變身啦 或是他 他要偷過來補血 繼續抽牌這樣 好 聞一下北俊 因為你最後還是可以 對 就算你補到一戰 你還是可以跟獅子做交換 嗯 那就先幫自己綠兩張牌 這邊應該 我覺得 Omega Euro這邊可以先做一波鋪場 然後沒解掉的話就直接尖效 再開始找牌 或 就看他是要打亮跟草 或是打抽牌 因為他其實還是可以打 他是可以打抽牌的吧 2 4 6 8 他要浪費光輝才可以 或是浪費亮跟草 因為他其實可以給我 那你可以亮跟草先挑 對 你可以亮跟草挑 然後 不是你想要的你就 你就直接放棄 就直接亂點 然後再抽牌這樣子 然後他決定是不是把光輝捨棄掉 感覺光輝 雖然說在這個對戰光輝也不到太 應該還 因為光輝打蠻痛的啦 所以 相對來講應該還算是 就跟亮跟草的比起來 我覺得亮跟草應該才是不重要 真的嗎 因為他是隨機的啊 你拿到的東西不一定是你要的 那今天是你要的 你在看怎麼打 不要的就算了 嗯 對那這邊 爆到的是加計生喔 所以相較之下就是一個 3-2跟3-3的差別而已 應該是一個體質 可是那個生物的體質 在這個對局來講 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對啊 重點還是你要趕快 趕快補8嘛 那你要找8的情況下 你找完8之後 至少光輝元素 你再配廢輪的話 是可以給到很高的傷害 甚至可能 被 補回來的時候 你至少有機會 就是去配其他的 呃 可能是加計生可能是萊拉 對 但是他都沒有 雖然說他都沒有 所以他可能 他可能是覺得 相對來講比較不重要 但是比起亮跟草 我自己是認為 亮跟草又更 沒用了一點 對因為你 你偷到對手 其實他更可能是 比如說結場法術好了 嗯 那就是 比起光輝元素來講 一定是更完全沒用 除非是低費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什麼 龍水啊 然後 尖笑的話 其實 就更是完全沒有用 那這邊Narea算是 找了一個機會 做一波尖笑 喔 不過這馬上就抽起來啦 呃 因為他剛剛那樣打 只能讓 呃 卡閘啦 對只能讓卡閘變 變綠啦 拉閘已經丟了啦 所以我在想 欸 剛剛有必要把自己的光輝送掉嗎 感覺是 可能可以送個火戰師 單純去拖你的抽牌進度就好了 嗯 或是甚至就 都不用 就 直接洗也可以 直接洗也可以 因為他的手牌比較尷尬 嗯 動不了 好究竟有沒有用呢 好 沒什麼用 好像沒什麼用 而且這個 這邊就 剪下去丟吧 對啊 反正光輝元素 不知道為什麼 又回到你手上了 而且 還多了一隻 嗯 對啊 這就可以直接丟了 然後看內月 其實我倒想要不要直接丟血法師欸 血法 呃 因為剛剛 風光耀水已經丟過了 風光耀水已經丟過了 那 光輝元素你同時 可能無意間有給一個資訊啦 雖然說這個資訊量是因為你已經先拉閘了差別不大 但是 畢竟找牌的是一個最終目的 對 這個 血法可能會比光輝好一點啊 就一個是先抽牌啦 還有一個戰場 畢竟我現在沒有去省到那個水晶 可能他也覺得 就已經抽到這裡了 對啊 那就血法就留一下 等一下 丟個卡札 搞不好還可以打 OK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藥水挑到的是 盾跟AOE嗎 對 AOE跟 加七甲 哼 應該也是 主要也是找 抽牌 但沒找到 這邊他就只能截場 因為盾也還不錯 這些檯面其實也是很麻煩 如果生物一直踢頭的話 我還是沒找到 沒關係這邊就丟卡札吧 嗯 只要想會不會 二 二 八 這邊目前也還沒看到抽牌 這邊是懸甲吧 應該是懸甲 哇 這五傷 好吧 五傷跟羊會拿 傷害嗎 應該還是拿五傷 嗯 對啊至少 你還是可以當作傷害丟嘛 嗯 而且現在對面那個是有甲的 所以 在對抗甲的情況下 傷害還是蠻好的 嗯 先把那個甲先推掉 你很難一刻你就直接收啊 嗯沒錯 通常也是要 纏鬥一下 好內瑞亞這邊 先變身啊 我還是沒來 欸 他們今天很容易海底喔 不錯不錯 嗯 這樣比較好看啦 對 對吧 都準158太過分了 比起那個 一邊準158一邊 然後對面沒有 然後那場就直接被碾壓了 對對對 對吧 這邊 這個血法就打了吧 反正 瘋狂藥水也沒了 你現在就還是需要抽牌啦 那那個 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猜猜看是誰的腳啊 喔 公布答案 嗯 是我們 很焦慮啦 很焦慮 為什麼是從腳拍上去啊 我不知道 可能人家想說這個人腳怎麼一直在抖 怎麼我的巴還沒來啊 這樣子 畢竟 畢竟這一把也是 輸了要回家 嗯 壓力也是很大 壓力比較大 那 這邊再插個題外話 昨天Tommy有跟我們說 開局拿穆斯開有點貪 開局拿穆斯開有點貪 就是比較拚 嗯 但是建立在對手有崔玉德 嗯 但他們這個來講 就還好 對對對 就還好 這一局就等於有點 類似一個概念說 拿最強的先上海打了 其實就是這一局 因為講會講有點貪 或是說 比較有想法是因為建立在你們兩邊line up 可能是剪刀石頭布 可是 他們今天這兩個就是 完全是內戰 就其實影響就沒那麼大 嗯 大家都是一個穆斯配兩個快攻 那 就真的很接近五五 整個習性是一樣 對阿 就很接近五五 他並沒有一個 可能是 一個 食物鏈的感覺 對然後你一樣是 一木跟兩塊嘛 那你的有一個快 還是好打木一點 那我有兩個快 還是好打你的那個快一點 所以我覺得 硬要比的話 Naria 會優勢一點 但整體來講 其實也是很接近 OmegaRio的快攻 適合去打 Naria的牧師 那Naria的快攻 在內戰 對在打他 好打牧師的快攻 來講 是比較優勢一點 OK 阿會有這個優劣士的區別 是因為完全建立在 今天OmegaRio 特別大的一個 這個 魚人聖出來 OK 成也在他 敗也在他 這一次比賽 目前看下來 帶魚人聖的 好像結果都不太好 對 沒什麼的好處 但好像 有一個已經回家了 對 然後這邊 換是OmegaRio甩牌 把牌 甩進那個Naria這邊 應該是 想要讓他 不要那麼快抽到拉閘 但剛才似乎好像沒有重複的 好像沒有重複的 他還有一個放螢幕 那Naria這邊就是 全力抽牌 喔這邊你找到了 這個寫法就不丟了 因為 對手的 瘋狂奧士還沒丟過 是 哇這 尷尬 真的是尷尬 不過 這樣回過頭來想的話 其實那個寫法 好像 在那個時候就應該先丟了 少過了一張牌 對啊 現在這邊把苦痛拖過來 直接把苦痛砸掉 就為了抽牌就抽牌 其實以木色的掃牌來說 常常一張不只是一張 他是 讓你先 做到 後續其他事情的一個關鍵 對 其實 他這個寫法為什麼一直不丟啊 對其實未蠻 這邊感覺 這寫法還有扣的 必要嗎 他 要配邊吃補血嗎 這感覺不太對啊 嗯 還是他 忘記 還是怎麼樣 他忘記瘋狂藥水 有可能嗎 可是那一波瘋狂藥水的動作很大 對啊 因為是北俊拉過去抽牌 北俊然後補血又再做這個 一費補血嘛 對 好這邊是 完全在拼傷害 那個死也直接交了 把整個手牌要轉換成傷害了 哇 哇 還是沒找到 這裡一陣尷尬 還可以再抽一次牌 2 4 6 8 只是抽了之後 法力不夠變身 嗯 我記得他是準15的吧 對 8 已經快沒牌了 還沒變 還有任何機會翻轉的嗎 這一盤 很難 因為你到這一層都還沒變身 這個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真的忘記 或者是他可能 可是沒有理由為一張 有機會為了一張沉默 躲到這個情況嗎 應該不是沉默啊 所以我覺得 忘記瘋狂藥水的機率好像 比較高 比較高 嗯 那這邊就 你還是得抽吧 你魚就打了吧 你下一天一定要變身 你至少打了這張 確定下一天可以變 那 你的傷害夠不夠 等一下再來盤吧 不然 不然你再不變身 你是輸定了 對 你是輸定了啦 對啊他就變屍吧 哇哇最後一張 真的是最後一張 因為你就 血法 配變屍補血 嗯 好像也沒有 也不太對 因為你也不會有很多生物啊 呃 Naria這邊就可以知道 下一回合 Omega Arrow這邊會變身 呃他一定會變身 那就大概算一下 可以補7滴 就 打個傷害嘛 呃就是要壓到 盡量兩回合之內可以收 然後這邊要知道 對方下一回會補7嘛 就是天生技然後變身那5盾 所以他這邊就做戰場就好 嗯 因為變身完之後 你的生物是 可以踢到 踢到對手那邊 對 對手那邊 我覺得這同時也遷就到 Omega Arrow他前面可能有機會 先下血法師把光輝扣下來 即便說他的DK真的很晚 最後一張了 但他至少變身完之後 還有機會 費輪 然後一波嘛 光輝一波 對 對 這是比較常見的逆轉方式啦 當然他可能會覺得 DK不會這麼晚來 所以我不用去設計這麼完美的逆轉方程式 只是 我們就排序的結果來講的話 其實他那邊丟了血法 也沒差啦 對還是會輸 只是先血法想不到他的損失是什麼 這是整件事情的重點嘛 對啊對啊 所以應該就是忘記 已經丟過瘋狂藥水 不然我 實在是找不到其他解釋 嗯 等一下他這邊就只能變身囉 然後 可能拿去解怪 他手上的傷害是 20 28 有光輝的話 其實傷害會差更多 是 有光輝的話連那個 縮小澳水都可以直接打 但他已經絞掉了 20 28 嗯 有光輝好像可以打到36 蛤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光輝還在的話 可以可以 就再加8滴嘛 嗯 對啊 那這邊應該就是應該可以直接帶走囉 4張16滴再加上 震爆26 也是 那以 以Omega Ditto來講的話 因為他自己是魚人聖嘛 嗯 所以 Naria的牧師跑掉對他來講 是比較傷的啦 嗯 稍微傷一點啦 但整體來講還是很接近啦 是 就 因為 圓圓聖這種東西他就是一個大 優大獵局嘛 如果今天讓我鋪到場了 我的BUFF在打快攻內戰也是 超級強 對 那相對來說台面一被拿走我也只打不過來 那其實跟 其他種類的快攻 差不了多少 除了這以外 這一個人是唯一有機會暗殺花反場的人 嗯 嗯 嗯 好那我們恭喜Naria 現在1比1領先 牧師先跑掉 嗯 你剛剛還那個偷偷bm一下 那個爆牌有辦法防嗎 爆牌 你說在 對局裡面去防爆牌魚 嗯 感覺有點沒必要欸 呃 很難啦 真的很難 但 他剛剛還是 還是有被爆一張嘛 嗯 因為其實我 我的理解是你要在 防爆牌魚的時候邊抽 嗯 你就必須要邊抽邊甩 那進度就會變慢了 然後要剛好爆到的機率也是蠻低的嘛 對啊對啊 而且你不能 你也不確定對手 到底是兩張都在裡面還是 已經有一張在手上 嗯 就 有機會爆的話 然後剛好也沒事做 可以考慮好 那再加上其他的手牌 也一直都處於很多的 情況下 嗯 我覺得很難啦 那 剛剛的回放是 是要提醒大家 瘋狂藥水丟過了嗎 應該是這樣吧 欸那個寫法師 真的有丟過喔 對因為 其實 其實我想不到 應該是他真的忘記 瘋狂藥水丟過 嗯 回放也這樣子播了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沈默也就一張換一張嘛 對啊 沈默其實無所謂啊 是 怕的是瘋狂藥水 瘋狂藥水一來一往就還蠻 差距還很大 因為 你自己沒抽到對方還多一張 主要是對手還可以抽 沒錯 沈默的話就是 好像大家都不要抽嘛 而且大家也都掉一張牌 你掉一張牌 我掉一張牌 我沒抽 你也沒抽 好這邊是 欸他們怎麼又 這麼有默契 又是內戰 嗯 可能已經約好了吧 已經約好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線上墓在上等這樣 看到一個 鏡像開局 不過 先手的這個 對對對 這個算是很強的開局 我認為 先手來講 你有E 然後對手也只丟一個E 那印記貼上去之後 你直接被換掉 基本上你前期的檯面就 很難打換 因為德魯伊的爆發都必須要來自 檯面的堆疊 那現在 在你堆的檯面的情況下 這支三五會一直不斷的去讓你重置檯面 然後 你的 船長你又不敢丟 嗯 怕被夾 被夾一個就直接回夾 嗯 只是我覺得待會轉還是要考慮一下 就是 可能Naria這邊轉過來 檯面爆炸了 必須要拼的時候可能還是要硬拼嘛 現在 Naria這邊 可以考慮丟215嘲諷 嗯 然後下一層再211就好 OK 應該是 看他要不要攤這一手啦 反正是不太可能留給火體的 那就看你等一下可以211 其實這個攤的很合理啊 因為這邊你要被解掉 為什麼過不來啊 太難 對 那 對方除非加了buff來跟你做碰撞 但是一張的話 buff都還蠻浪費的 對 所以感覺215這件事情很合理啊 他看得出來他剛剛是有想要丟啦 那最後還是決定 不貪了 打穩一點 直接還是打了1加1 然後這邊3 然後buff之後看起是3-3 嗯 至少可以做優勢交換 對 然後 這是不是只能剃頭 他要先換血量 哇 哇 哇 這實在是太關鍵了 只能說檔次 對對對 這太關鍵了 哇那這樣子 直接整個檯面美了喔 嗯 而且你還 甚至打天生技我覺得 你打一個215 你打天生技或打一個215 都 都可以 然後你還可以讓你的活體完之後 可以直接野心之力 就你不會把水晶耗光 嗯 對啊 整個節奏就變得很強 順帶一提 雖然說上回合 出215 在這個回合可能會被交換得 蠻糟的 呃 其實也就只是被優勢交換 嗯 跟剛剛的情況發生比起來 就差不多 對其實重點還是 螃蟹啦 就變成你這一層 是因為你進了那個螃蟹 所以你上一層其實不管怎麼樣打 都 都還蠻無敵的 那如果 那假設說這一層他的表現平平而已 剛剛的情況跟215 Tommy還是會選擇 215嗎 我覺得還是可以貪啊 因為你還是可以把 就變成 喔 你的215被 3-3跟 2-3換掉嘛 OK 對 那你其他 你檯面還是在啊 喔 白話文就是說 虧都還好 但是賺215比較賺 對啊 這個理解是這樣子 就他很怕 他剛剛 最後還是選擇先buff一次 就是很怕 很怕 很怕 Omega Tito變出一朵花吧 可能打的是三張一 然後配一個 那個印記 然後各種換 可能兩張坑道之類的 對對對 OK 嗯 那 Omega Tito這邊就只能打1加3了 嗯 被夾一個 真的很傷 看這個蠕蟲有辦法把檯面壓回來 又一個 但是還蠻難的 我覺得這邊 Naria如果 比較兇的話 直接火體 就回到Tommy理論嘛 嗯 對不對 兩個 一個是先火體的先贏 第二個是前十張了 這場遊戲已經快要 打十張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嗯 這邊 火體的話 你只剩 你現在先打火體 嗯 那你等一下會是兩水晶 是 對 然後你用3-4跟2-1去交換 你也可以做5隻啊 只是這樣下一個 對你做5隻其實你下一個 比較不好 可能沒辦法做4 對對對 就看他 看他有沒有想要 就確保一定可以buff到 因為這個野性之力 在對於滿台情況下 還是蠻誘人的 感覺是可以做的 對啊 那因為你先打的話 然後你再用2-1跟3-4換 你會剩3-2-4-2跟4個2-2 嗯 但對手有一個5-5 對對對 所以就是要考慮說 會不會被那個5-5 優勢交換掉之後 場面沒那麼壯 我甚至也可以防你 你也那個嘛 火體 我可以直接buff完 全部換光 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基本上一定是這樣打 沒錯 一個5-5頂多就換你一隻嘛 至少還是有五隻怪會被buff到 一手細節喔 這樣還可以養個天生技嘛 那這樣只有四隻被buff到 不過也是夠了啦 對 其實也是夠了 這樣也就證明著剛剛 你至少可以優勢交換那個2-2 還好剛剛真的有留多一顆水晶做事這樣 細節派起 這兩天的野豬頻率也是超高耶 也算滿高的 不過瘋狗的應該也算是滿容易進派起 因為就 因為你海盜 沒有 因為你海盜都不會留 因為你不會 你不敢留嘛 其實也是 你不敢留 所以你進的機會就會變高 對 合理來講是這樣 是 不然很早期派起就被拉出來 對啊 你可以直接拉 今天如果是在打天璣 你那個1-2就直接丟出來 就直接拉了 或是打到對什麼沒螃蟹的對局 那今天就比較多這種瘋狗內戰 那其實你本來就不會去留 然後剛剛那個BUFF完之後 其實也是完全沒必要換的 因為壓力都在OmegaZ我這裡 基本完全不用去理他的身份 這邊 9點 這邊來的好像 我覺得可以丟個嘲諷 就繼續踢頭 就當作沒看到 繼續踢臉 因為你再踢 再踢兩次就贏了嘛 對 而且 而且 以這個1跟 3血跟1血差別不大 嗯 他是選擇用賭 不是不是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不換了 嗯 一定不換 都是踢頭 他還是換了一個野獸 防映劑嗎 嗯 防映劑去補到牌吧 但我覺得可以不用換 因為 真的給他抽 你也死不了 你又29滴 而且那個3-1 對方如果敢賣臉的話 應該 對啊 不太敢賣嘛 不太敢賣啦 如果你都踢頭的話 那如果不太敢賣 那他就是一個 三攻 就代表那個1血 不會被添腳掉 那就代表沒差了 對啊 都還是要用生物對撞 在這個內戰裡面 我都是 不鼓勵交換 我覺得 我覺得換的都會被懲罰 那雖然說 這邊還是鼓起勇氣賣 但是就 很痛 真的很痛 也不是說 對方不能賣 只是他要賣的話 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對啊 沒有 應該說 你沒有踢頭 讓對手可以賣 如果你踢頭 他就完全不敢賣 OK 所以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做交換 那現在這樣其實 你看 你收不掉他嘛 那下一 turn 如果他進 進野性之力 這樣有收頭嗎 還沒 只算長攻的話 但是就很危險 因為你的檯面會被進空 嗯 對 主要就會就是重演了 27 我們看會不會 就差那3D嗎 他少踢了3點頭 對差不多 對啊 現在就是差那3點 嗯 好 那就跟 很像剛剛 Ander跟Purple那一把一樣 我們就 把生物丟一丟 全部走掉 雖然說剛剛 他會 多打3 但是 就是 Omegaio這邊的那個 3 3嗎 會活下來 4 3啊 有一個4 3 有一個老鼠嗎 對啊 有一個主鼠會活下來 主鼠是不是現在要證明主鼠 我們現在要叫他主鼠 OK 沒有好像應該是叫燕鼠 但是那隻主鼠的交換 也沒辦法補足 因為剛才的檯面 也沒那麼多好換 也是 也應該很可能也是回來撞3E 對 所以 一來一往 你其實就是少打3D OK 你就是少打3D 那你唯一的差別就是 就是這張印記 會讓 但是印記 會讓他補到牌 就這樣 要直抽印記還抽到有用的東西 在機率有多低 對啊 主要 就先不管那些機率 最重點還是 你直接搶到的傷害 對 其實在這個對戰就是 不交換 如果他的選擇是 打臉的話 這邊很有可能是一定要結束 這個對戰 對手沒手牌的情況下 其實完全沒有交換的理由 而且你血量也是優勢 那我這裡我就問你一句 是不是快翻了 呃 就可能被懲罰 呃 還是有 有機會嘛 跑笑嘛 跑笑 對啊 進跑笑嘛 欸他的跑笑一張都還沒來 對啊 就八分之一嘛 這個是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被翻了嗎 翻了 因為這邊檯面傷害已經夠 檯面已經夠了嘛 對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 Omega Dio的 血量 兩滴 那就是差 那三滴 是 沒踢頭 當然你那的時候如果踢頭了 可能 Omega Dio就是不能一分身計較 可是 好那比賽進到第三場 目前比數是1比1 那就是算是 這一整個對戰中 蠻至關重要的一局了 嗯 就看他的 魚人勝 會先跑掉 能不能不要像以往這麼的慘烈 對啊 其實 其實 說在那個快攻 內戰裡面 圍獵 但 心裡順起來都一樣 嗯 都一樣都能贏啦 但就整體來講 如果打個100場的話 你應該會輸比較多一點 OK 對 但只吃一場的話 其實都難講 而且 這一次 我記得只有 Jason 瘋狗的 是有帶 吃魚人的 對啊 其他Naria應該就沒有 應該也都只有針對 親王賊而已 沒有去想到魚人勝 好 那我們看這邊 不算太強 黎明保衛者 是嗎 正義保衛者 正義保衛者 不算 不算太強啦 這棋手不算太強 兩邊的棋手都還蠻糟的 相對來講 瘋狗的就 派擊嘛 就有派擊 但還好他拿後手多一張牌 對啊 其實也還行啦 因為這個對局 你 只要 鋪到檯面 然後在魚人buff之前 全部解光 應該是輸不了 對 他這邊是 全力搶檯面 是 我看他應該是按電升機 這一手就還蠻正常的 這一手 還行啊 我覺得很合理耶 因為 完全把魚人都清空了 我覺得就是要往實力打 讓 原勝的戰吼不要互相buff到 體質 對啊 所以只要清空檯面 原勝要打回來 這件事情就還蠻難的 這個 原來 Omega Dio這個是有放石球 他就只有放一張石球 我剛剛沒注意到 可能在想要提升質量的這個部分 打控制的話 打控制去找個佛丁 找個塔林姆 什麼的 剛好三費進三 不錯 他三費生物 就只有這個跟隊長 嗯 那打得棒耶 然後還拉到塔林姆 後面有一點點機會 塔林姆在這個對局比較難用 嗯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 魚人拉出來之後塔林姆 這樣子呢 就 你的生物一定要比對手有多嘛 要多 塔林姆才有用嘛 嗯 那你的生物如果比對手多 就算你沒塔林姆 你大概也是贏了 在這個對局是這樣 你的生物比對手多 那你就可以一直換 對啊 所以有沒有塔林姆其實就無所謂 我當下的理解是想說 德魯伊的怪比較容易遲到buff 嗯 可能 對可能還是 我覺得差別難免會有 但是可能就像Tommy講的 蠻 些微的 然後你 另外一個 就是你魚人一定可以換掉怪 嗯 對 你先5在5接6的話 你的魚人一定可以換到怪 對 但 呃 Naria也沒有放588嘛 嗯 所以其實就還好 影響就沒那麼大 對 有588的話就會差蠻多的 有588的話應該是差別最大 是 你可以直接把一個88變33 噢 好 這邊 選擇要直接交跑一下去來位置檯面嗎 只是這樣子的話就 嗯 把魚人清掉然後剩下就打頭吧 這螃蟹就不解了 我們自己的魚人嘛 喔 王者祝福 算是有 有記取剛剛的教訓啦 嗯 不要再做那個 不過剛剛那個交換也太虧了 6-2換一個2-3 應該 應該也是他也做不出來 嗯 主要是 沒道理啊 換這個感覺沒防到什麼東西 嗯 然後這邊 剩奇就是要貪喔 他不選擇直接去把4-2換掉 就打最貪 我能多減少你一個打點 就先減少你一個打點 一來我有塔0-5 對 然後二來是你這個 你這個4-2 也可以讓我2-4去交換 那 Naria這邊 其實也 他要用天真技巧 也是一陣尷尬啊 還是他要丟2 他丟2加1 嗯 這樣子 這樣算是在防塔0-5嗎 因為本身他自己也是有帶一招吧 就讓自己的打點變多了 嗯 這樣應該算是在防塔0-5 嗯 我這邊要撞哪一個其實還蠻困難的 嗯 如果你有要丟塔0-5的話 那就一定是撞1-1或1-2 對啊 就是不要用那個 啊如果你是要丟其他東西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長攻比較高的4-2先換掉 我 嗯 我覺得可以出右邊三張耶 嗯 就先招曹哲 然後出 可以出右邊三張 對 但一樣是打4-2吧 對啊如果這樣的話也一樣是打4-2 因為這樣這張魚你就可以吃到蠻多打點的 然後待會你可以再做塔0-5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的塔0-5 感覺實在有點 幫到對面的檯面 反而有點增強 對啊 這個魚拉的就 對 有拉就好 有拉就好是不是 有拉就好 現在已經這麼客氣了 就你就是中檯面 沒有就是有拉出魚 你只要打點變多就好 我想一下有什麼是比較差的 應該就只有 一費那個吧 就是只有一血的那個 只要不是一血的 都好 就不要讓他天然劑或什麼很簡單就可以換掉了 這種一三或二二體質 然後你手上有塔0或是 你是說雜碎嗎 對對對 棒球魚人嗎 除了雜碎 對 我看了一下 他是不是 沒放雜碎 很像 他好像沒放雜碎 拿去放那個314 對 對 那其實 那其實就拉什麼都差不多 就基本上他不用 不用太怕拉出來的體質太差了 對啊 有隊長 因為你等一下這個魚人應該還是可以拉到第二次 這樣這次應該就一定會有了 然後劍龍 但我覺得撞完在塔0好像也很不錯了 這邊撞 拉塔0對 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你的打點要比對手多 嗯 但這邊劍龍應該好像好一點 嗯 你劍龍 劍龍如果你貼的是二二的話 是不是更好 反正你的魚人 本來就可以也是交換 嗯 對啊 我自己覺得好 但我覺得魚人可以還蠻好的 我覺得我的好的理由是 他這樣有機會拉更多的魚人 你等一下還是可以啊 你至少都還可以再拉一次 再拉一次啊 嗯 因為你有一個 4 8的嘲諷嘛 但我在想說他劍龍這樣加6血 有沒有機會再拉兩次 就是 有沒有機會多那一次 就 不需要啊 也沒拉 不需要啊 不需要拉到那麼多次啊 對啊 所以 反而是二二直接送掉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對 相對來講的話 可以等 就是 如果剛才丟的是二二的話 就可以多留一個打點這樣子 嗯 OK 也確實啊 提醒到一個點就是 他的魚人其實也拉得快要差不多了 對啊 應該 直接沒了 直接沒了 OK 所以那個 那個二二來講 有留著就比較好 嗯 算是 細節上啊 嗯 可能 也沒特別在記 好 那這邊 Nary啊 過不了 過不了這道牆喔 哇 有點出無意料之外啊 嗯 結果剛好 剛好劍龍有上到 我覺得 德魯伊卡住在 幾次的鋪場下來 他是想要讓魚人勝 放慢 遊戲進度 好 比賽即將進入我們的第四把 現在 Omega這邊就剩 剩牧師嘛 嗯 剩他的牧師 就是第一場出的牧師啊 對 有放那個抽牌 只是我覺得這一切也都還蠻 難講 因為他的牧師放的比較 雜亂一點 比較不一樣一點 但就看他的 他有多放一個 感覺打快攻會比較強的 卡巴 可是對到 對到很多對局 我覺得 大概打不到後面 像打風格的其實 打不到後面 對 然後那抽牌魚 對打快攻也是完全沒用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看啦 像這一把 呃 只留一個火栽嘛 那剛好是後手 所以其實 很有機會 前夕就靠這個火栽 把台面清空過 嗯 然後 本身他是有放 縮小加劇的 就看有沒有辦法 撐過去這樣 喔 已經 直接 直接湊齊 NO 我看到了 對 那那這邊 呃 Naria就 繼續鋪場 不把刀 哇 那這樣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 牧師好像輸不了 嗯 幾個看塊手段都到了 就全部都到 你剛才講 我很用力在找那個劇在 我有看到縮小惡水 然後我在確認劇在哪裡 然後有點太久沒看到那個縮圖了 你知道嗎 我已經目光掃過它三次 然後都沒發現那張是劇這樣子 OK 欸 喔 你是英文的 對對對 最近也是在那個苦毒啊 苦毒英文 我其實可以跟你換沒關係啦 沒有沒有 好 那我們看他這邊 選擇 火 比較 稍微尷尬一點的就是 他沒有其他的低廢把術 嗯 所以火瞻的話 可能 如果你要解 現在檯面的話 就是要把 縮小藥水先澆掉 對 那這樣就本末倒置嘛 因為你縮小根據 已經都在手上 嗯 對啊 所以這一層其實 可以 可以 丟個 丟個抽牌 發呆就好 對我覺得發呆就好 然後北俊上去坦這樣子 甚至你 北俊其實去補那個 補那個雞蛋糕 我覺得都可以 嗯 就也是抽一張 那你二一丟下去 彈一下 彈個一傷也沒問題 嗯 就是打攤打穩啦 對啊 反正你已經有 縮小去這個 幫對面補就是 基本上 在沒有清王BUFF過的情況下 你就是萬全 OK 對 確實 除非說戰馬貼上去 對啊 所以在那之前 因為包含連 坑道乳蟲 你都是可以直接解掉 對 好那這邊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交 對 太痛了 以往我們都不會帶這個 combo是因為 太難湊 嗯 很難湊 並不是說他太弱 他只要有的話其實超強 他很強 但他很難湊 嗯 你也只有 因為你都一張一張的 對 就是相較於 大大幕的話就可以都擺 OK 然後這邊 Aria剛好可以 Rap一下 繼續補牌 這邊連尖笑都來了 喔 這個 又選到A1 哇但第二層就稍微糟了一點 加血7盾跟 就7盾 應該就7盾稍微補一口嘛 因為他現在血量也沒有很穩 嗯 對而且 這個7盾會讓他 在扣AOE的時候 是也更有把握跟自信的 呃 就是多一個回血手段 嗯 7點其實我覺得很多欸 7血吧 嗯 就 其實重點還是檯面啦 那以他這個血量來講 我覺得就有機會多一個round 可以去 對可以多撐一回合 對 喔這可能對 要唱第二次了喔 這手牌比較偏向爆發一點喔 他現在應該是 最想看到戰馬吧 其實 我在想會不會留給 留給炸雞比較好 直接 確實因為這邊轉頭看下來 已經18滴血了 對啊我在想這暗閃是不是可以 考慮留給炸雞 那當他都已經補牌了 你就繼續補吧 只要提防一下 提防一下AOE嘛 你可以選擇丟 比較差的生物 去逼對手丟 好 要個牌 對 他是選擇要解嗎 我覺得相較之下解牌不會比薩鋼來得好耶 主要是他剛剛沒有武器啦 所以他沒辦法很直接的丟了一個龍人 然後又把三三解掉 所以沒辦法防到AOE 你給的也是有夠果斷 有點乾脆 主要是還有尖笑吧 他還有一張尖笑 就他想要防戰嗎 這樣子 那這邊就先拔刀吧 這樣也可以 我想拔刀丟一個龍人 或者是 或是三費的話 你下一層是可以讓南海衝鋒嘛 對 那這邊是不是要末日稍微 拖一個時間 我覺得鞋法要下來 手牌這邊抽了一個沉默 有一點匱乏囉 對阿 不知道他剛剛那個AOE會不會 有點太拚了 因為 其實也可以丟生物去坦 因為剛才丟鞋法 其實對方是一定要回來回憶你這件事 而且你可以再尖笑 用兩次這種大型的AOE 對阿 因為你尖笑完之後 你後面打四傷的 如果你有低費法術的話 你其實可以配合火箭再去補 配合完之後 你剩下用火箭 然後配個一費法術 當作掃地的血 這樣就可以把龍人解掉 對 而且你是有選擇 你可以像藥水跟DK 你選一邊用 那在對方沒有親王的情況下 感覺這三次就是 藥水、尖笑、DK 三次的掃台 你應該撐得住的 對阿 應該可以把檯面全部要回來 那反而是 他現在這樣打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空檔讓對面來做進攻 好 Naria這邊右手抽到一張親王 這個 這個時間點親王應該已經 沒什麼用了啦 嗯 那就看他現在要 把自己的檯面做成什麼樣子 而且 布斯野心補八到手 這邊他就比較尷尬 有點想防八 但是一旦防八 這個末日就不好處理阿 嗯 防八的話 就是丟 我覺得是丟龍人 嗯 防八的話可以丟龍人 然後再對手八 你丟了龍人 你至少會有 兩張武功嘛 對面可能就會丟八了 那你可以直接在南海 南海加戰馬 OK 現在這樣 其實現在這樣也可以啦 就是對手只要打 你還是可以戰馬剩下的生物 對阿 因為基本上有龍人 牧師是會很乾脆就先變神 對 因為沒有想法嘛 對然後二來是 原本可能會考慮啦 因為還有尖效 但是他現在已經有拉閘在手上 所以應該就完全沒有 比較偏向 這種用天真劑去做 台面處理的派系 然後這刀也可以砍 感覺到賊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暗賞好像還有一張嘛 對暗賞還有一張 嗯 那這邊應該就是 這邊 就 打尖叫吧 洗了吧 不洗太拚了 不洗太痛了 不洗的話 你配合群區你可以點兩下 然後再加瘋狂要 喔其實 不洗是不是也解得乾淨 如果你不洗 就是沈默加血法師再加 沒有沒有 五四一 啊沒辦法 群區吧 群區應該可以吧 可是他現在只有九費 喔對 我以為十費 我覺得可能是天真劑 拉閘天真劑 血法天真劑 沈默天真劑 這樣子 或是他想要用這樣子再來 他要用沈默加封攻 喔這樣可能更好 因為這樣子點的也比較 對 解的比較多啦 嗯 這樣還是可以解乾淨 但如果是直接打一個 尖笑丟一個尖笑丟一個血法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喔 都還行 因為尖笑血法之後 尖笑血法 你一樣下一天還是可以丟子彈 喔 那個場攻 那個血量其實也夠高 對對對 雖然說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盜賊 就是以牧師視角 他沒辦法確認盜賊的 手上的質量是不是還這麼大 但是絕對不會 比剛剛那個檯面還恐怖 尖笑完的下一個回合 絕對沒辦法撲到那種程度 所以其實尖笑是很成立的 那這邊應該就是 只剩一張尖笑 然後稍微點一點了吧 這個群群應該可以丟 然後血法也丟一丟 也盡量不要打太慢啦 就是 能早點贏就是好啊 對啊 這邊 打到這邊其實應該差不多了 嗯 賊 因為賊也沒爬 反而是這個 而且 如果沒記錯 Naria好像是沒有帶巫妖王的 沒有帶巫妖王 那這樣的話真的 翻牌的那個手段 他就一定還要 一定還要那個 第二張 第二張那個收創人吧 嗯 那逆轉手段又少了一個 對 不過 應該也是沒辦法 因為58等於你所有神文化都解決了 對 458強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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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準 有在時間 來的話 在海底沒有用 沒有強無敵 OKOK 今天好像已經兩位苦主了嘛 兩位苦主 這個也是一位啦 兩位都還是存活下來 OK 畢竟也是符合我們的數據嘛 就是輸那一把 輸那一把 跟他其他的無關 對不對 呃 而且像這一把 就這一把來說 58其實很準耶 對啊很準 超級準 然後那個騎手也是滿好的 關鍵的一把 前面是輸關鍵的一把 嗯 然後這個 Omega 6是輸內戰嘛 是 然後Purple是輸 比較關鍵的 就是已經2比2了 感覺在無形中都有一個這個 邏輯跟劇本在走 怎樣 你說牧師還是會隱之類 呃 就是 這個世界賽 感覺發生一樣事情 能夠 走一樣的道路 像前面兩個是都先來敗部 先輸一把 然後再 再挺回去 再一起回去 這種的 啊小潮剛交到朋友 有沒有辦法一直往前 也是到時候看 對不對 看會不會那個 如我所預期的 嗯 這個抽牌魚可能就不丟了吧 慢慢點吧 我覺得要丟也是下兩盒 那個拚叫殺再說吧 我覺得這邊 其實就乖乖的把 把生物解掉就好 嗯 直接龍水吧 其實我覺得剛剛就可以直接龍水 嗯 就也不用特別先去撞怪 對 你閱讀了一下牌庫 差別並不大 嗯 就雖然說那個苦痛啊 但是 感覺撞臉還是多一點傷害嘛 對啊 因為你抽到其他的 你好像也不會去做龍水 因為畢竟AOE就已經沒有了 現在他應該就只是在想 這抽牌魚要不要丟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丟 還是他是在想說我為什麼要放他 然後他還是選擇丟 雖然說是下一回絕對死不了啦 欸 我有點忘記 是不是還有一張南海水手啊 這樣其實還是有差 如果還有一張南海水手的話 嗯 對啊 就可能會有一點壓力啦 但是都還是很優啦 對 因為你自己還是有鞭屍可以補血 是 雖然說鞭屍是抽到的 但是 最常看到劇本就是南海 然後打頭 然後牧師直接點死 嗯 這點死的機率實在太高了 因為 層級剛剛也還沒來 然後 再來怎麼樣也還有 費輪嘛 對啊 這邊應該 主要他剩下的牌也不多了啦 對啊 所以他要抽到質疑傷害 來做處理也是還蠻簡單的 那我們就 恭喜 Omega Dior 成功的春火夏 來 送了那個Naria回家 嗯 烏克蘭兩位 都回家了 可惜 真的是 不管是誰輸都會覺得很意外啊 因為每個都很強 對 如果只看結果的話也會覺得很意外 因為 Naria的話我記得是 郭鐵最喜歡的選手之一 你還加一個之一 他是喜歡很多 嗯 對 那就看他現在要 把自己的台北做成什麼樣子 而且 牧師也已經五八到手 這邊他就比較尷尬 有點想防八 但是一旦防八 這個末日就不好處理啊 嗯 防八的話 就是丟 我覺得是丟龍人 嗯 對啊 防八的話可以丟龍人 然後再對手八 你丟了龍人 你至少會有 兩張武功嘛 對面可能就會丟八了 然後你可以直接在南海 南海加戰馬 OK 對 現在這樣 其實現在這樣也可以啦 就是對手只要打 你還是可以戰馬剩下的生物 對啊 因為基本上有龍人 牧師是會很乾脆就先變神 對 因為沒有想法嘛 對然後二來是 原本可能會考慮啦 因為還有尖效 但是他現在已經有拉閘在手上 所以應該就完全不怕 比較偏向這種用天真劑去做台面處理的派系 好這刀也可以砍 感覺盜賊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暗賞好像還有一張嘛 對暗賞還有一張 對暗賞還有一張 然後再加瘋狂藥 其實不洗是不是也解的乾淨 如果你不洗就是沈默加血法師再加 沒有沒有 五四一 啊沒辦法 群區吧 群區應該可以吧 可是他現在只有九費 喔對 我以為十費 我覺得可能是天真劑 拉閘天真劑 血法天真劑 沈默天真劑 或是他想要用這樣子再來 他要用沈默加瘋狂 喔這樣可能更好 因為這樣子點的也比較 對 解的比較多啦 嗯 這樣還是可以解乾淨 但如果是直接打一個 打一個尖孝丟一個血法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喔 對都還行 因為尖孝血法之後 尖孝血法 你一樣下一層還是可以丟子彈 嗯 那那個場攻 那個血量其實也夠高 對對對 雖然說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盜賊 就是以牧師視角 他沒辦法確認盜賊的 手上的質量是不是還這麼大 但是絕對不會 比剛剛那個檯面還恐怖 尖孝完的下一個回合 絕對沒辦法撲到那種程度 所以其實尖孝是很成立的 那這邊應該就是 只剩一張尖孝 然後稍微點一點了吧 對啊 這個群群應該可以丟 然後尖孝也丟一丟 剛剛也跟挫斬無關嘛 OKOK 對也是直接被關嘛 好那這邊 終於看到這個對戰了 想問一下Tommy 有一手我們 算是也討論了很久 就是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伊費北軍要不要下 就是彈不留 在內戰的時候 喔喔喔 空場伊費 直接下 你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我理解也是直接下 就沒什麼問題啊 就能抽就抽啊 你丟了讓對手不能丟東西啊 要抽也是大家一起抽啊 可是我問了幾個高端的 我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但我跟了幾個高端的玩家討論過 蠻多 聽到蠻多不要下的聲音 誰 誰對不對 要逼來逼是不是 誰 可以跟他好好討論一下 說唱人就說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是 那我可以好好跟他聊一下 好好 我們有機會再找你聊一聊 因為你來了嘛 當然你不留嘛 那來了 下 沒什麼問題啊 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因為 你留在手上的這個 回饋率 很低 就你留著要等到什麼還啊 如果你後手 你有其他 譬如說 環 對 你三張來兩張 你可以等 那你不下 那如果今天你是先手 你手牌毫無關聯 一一張可以直接丟啊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嗯 喔 他還特了一張爆牌魚 對 他是有放爆牌魚 不過現在 現在好像丟的是他自己要爆牌 但我覺得特這張爆牌魚 說實在話我覺得並不好 怎麼說 因為 爆牌魚你基本上 今天你的理解就是去打控制 嗯 而且這個控制必須同時不是內戰 因為如果今天是 牧師內戰 你再抽也是幫對方抽 除非 對方 除非你可以讓他爆牌啊 嗯 但是爆牌 你說真的爆到那關鍵牌的幾率 其實也是低 嗯 我覺得不會因為今天 這個抽的主動權在你這 所以你的勝率提高多少 重點還是誰的五八先來 我覺得今天你一個東西要去特化打 牧師基本上現在這個版本 失敗一半 嗯 而且他 其實 然後結果 結果你ban的是術士 一般來講 對爆牌魚可能在對到術士的時候也是有用 可是 你不可能放術士出來 對 所以你能做到的就 真的是只有在內戰的時候 或是 可是內戰的影響力又不高 另外的想法是 他可能 預測 呃 會有人帶任務法 嗯 什麼之類的來跟我打 是 那可能爆牌魚就有用 我可能爆到 因為你爆到任務法的關鍵牌 你就輸不了 對 沒錯 你就直接贏了 因為你打疲勞你也一定會贏 嗯 而且同時也在加速自己 把對方打開冰箱的速度 對對對 所以就可能是類似的原因 嗯 然後因為他這副 算是特化蠻多東西的 像 卡巴也是 很久不見 嗯 對 雖然說現在拿來裸下 對啊 但至少也算是他這副牌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是Mbuff一次就是很怕 很怕 很怕 那Omega地圖變出一朵花吧 可能打的是三張一 然後配一個 配一個那個印記 然後各種換 可能兩張坑道之類的 對對對 okok 那Omega地圖這邊就只能打一加三 然後 被夾一個真的很傷 看這個蠕蟲有沒有辦法把檯片壓回來 但是還蠻難的 我覺得這邊 Naria如果 比較兇的話直接火體 就回到Tommy理論嘛 嗯 對不對兩個 一個是先火體的先贏 第二個是前十張了 這場遊戲已經快要 打十張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嗯 這邊 火體的話 你只剩 你現在先打火體 嗯 那你等一下會是兩水晶 是 對 然後你用三四跟二一去交換 你也可以做五隻啊 只是這樣下來 對你做五隻其實你下一層 比較不好 可能沒辦法做四 對 就看他 看他有沒有想要 就確保一定可以Buff到 因為這個野性之力 在對於滿台的情況下還是蠻誘人的 感覺是可以做的 對啊 那因為你先打的話 然後你再用二一跟三四換 你會剩三二四二跟四個二二 嗯 但對手有一個五五 對 所以就是要考慮說 會不會被那個五五 優勢交換掉之後 場面沒那麼做 我甚至也可以防你 你也那個嘛 火體 我可以直接Buff完全部換光 對啊 所以其實基本上一定是這樣打 因為一個五五頂多就換你一隻嘛 你至少還是有五隻怪會被Buff到 一手細節喔 好 這樣還可以養個天生技嘛 那這樣只有四隻被Buff到 不過也是夠了啦 對 其實也是夠了 這樣也就證明 你至少可以優勢交換那個二個 還好剛剛真的有留多一顆水晶做事這樣 細節派起 這兩天的野豬頻率也是超高耶 也算蠻高的 不過風狗的應該也算是蠻容易進派起 因為就 因為你海盜 沒有 因為你海盜都不會留 因為你不會 你不敢留嘛 其實也是 你不敢留 所以你進的機會就會變高 對 合理來講是這樣 是 不然很早期派起就被拉出來 對啊 你可以直接拉 今天如果是在打天璣 你那個一二就直接丟出來 就直接拉了 或是打到對手沒螃蟹的對局 那今天就比較多這種瘋狗內戰 那其實你本來就不會去留 然後剛剛那個BUFF完之後其實也是完全沒必要換的 因為壓力都在Omega之火這裡 根本完全不用去理他的聲音 這邊 九點 這邊來的好像 我覺得可以丟個嘲諷就繼續踢頭 就當作沒看到 繼續踢連 因為你再踢 再踢兩次就贏了嘛 對 而且 以這個一跟 三血跟一血差別不大 你接六的話 你的魚人一定可以換到怪 對 但 Naria也沒有放588 所以其實就還好 影響就沒那麼大 有588的話就會差蠻多的 有588的話應該是差別最大 你可以直接把一個88變33 好 這邊 選擇要直接交跑一下距離來位置檯面嗎 只是這樣子的話就 把魚人清掉 然後剩下就打頭吧 這螃蟹就不解 我們只解魚人吧 王者祝福 算是有 有記取剛剛的教訓啦 不要再做那個 不過剛剛那個交換也太虧了 6-2換一個2-3 應該 應該也是他 他也做不出來 喔 主要是 沒道理啊 換這個感覺沒防到什麼東西 嗯 然後這邊 聖騎就是要貪喔 他不選擇直接去把4-2換掉 就打最貪 我能多減少你一個打點 你就先減少你一個打點 那麼 一來我有塔0-5 對 然後2來是 你這個 你這個4-2 也可以讓我2-4去交換 那 那 Naria這邊 其實也 他要用天真技巧 那就是丟個3吧 也是一陣尷尬啊 還是還要丟2 他丟2加1 嗯 這樣子 這樣算是在防塔0-5嗎 因為本身他自己也是有帶一招吧 就讓自己的打點變多了 這樣應該算是在防塔0-5 我這邊要撞哪一個其實還蠻困難的 嗯 如果你有要丟塔0-5的話 那就一定是撞1-1或1-2 對啊 就是不要用那個 啊如果你是要丟其他東西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 長攻比較高的4-2先換掉 我 我覺得可以除右邊三張耶 嗯 就先招曹哲 然後除 可以除右邊三張 對 但一樣是打4-2吧 對啊如果這樣的話也一樣是打4-2 因為這樣這張魚你就可以吃到蠻多打點的 然後 待會你可以再做塔0-5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的塔0-5 感覺是在有點 幫到對面的檯面 反而有點真假 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魚拉的就 沒有 對 有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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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這麼客氣了 就你就是中檯面阿 沒有 就是有拉作戰無關嘛 OKOK 直接被關嘛 好 好那這邊 終於看到這個對戰了 想問一下 頭米 有一時候我們 算是也討論很久 就是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伊費北軍要不要下 就是當然不留 在內戰的時候 空場伊費 直接下 你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我理解是直接下 就沒有什麼問題阿 就能抽就抽阿 你丟了讓對手不能丟東西阿 要抽也是大家一起抽阿 可是我問了幾個高端的 我的理解也是直接下 但我跟了幾個高端的玩家討論過 蠻多聽到蠻多不要下的聲音 誰 誰 對不對 要逼來逼是不是 誰 這個 可以跟他好好討論一下 說唱人就說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是不是 說唱人就說不要下 是 那我可以好好跟他聊一下 好好我們有機會再找你聊一聊 你來了嘛 當然你不留嘛 那來了 下 沒什麼問題阿 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因為 你留在手上的這個 回饋率 很低 就你留只要等到什麼換阿 如果你後手 你有其他 比如說 火箭火箭 對 你三張來兩張 你可以等 那你不下 那如果今天你是先手 你手牌毫無關聯 一一張可以直接丟阿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喔 他還特了一張爆牌魚 對 他是有放爆牌魚 不過現在 現在好像丟的是他自己要爆牌 但我覺得特這張爆牌魚 說實在話我覺得並不好 怎麼說 因為爆牌你基本上今天你的理解就是去打控制 嗯 而且這個控制必須同時不是內戰 因為如果今天是牧師內戰 你在抽也是幫對方抽 除非對方 除非你可以讓他爆牌阿 對啊 但是爆牌你說真的爆到那關鍵牌的機率 其實也是低 我覺得不會因為今天這個抽的主動權在你這 所以你的勝率提高多少 重點還是誰的五八先來 我覺得今天你一個東西要去特化打 牧師 基本上現在這個版本 失敗一半 嗯 而且他 然後結果 結果你ban的是術士 一般來講 對 爆牌魚可能在對到術士的時候也是有用 可是你不可能放術士出來 所以你能做到的就 真的是只有在內戰的時候 或是 可是內戰的影響力又不夠 另外一個想法是他可能預測 呃 會有人帶任務法 嗯 什麼之類的來跟我打 是 那可能爆牌魚就有用 我可能爆到 因為你爆到任務法的關鍵牌 你就輸不了了 對 沒錯 你就直接贏了 因為你打批勞你也一定會贏 而且同時也在加速自己 把對方打開拼箱的速度 對對對 所以就可能是類似的原因啦 然後因為他這副 算是特化蠻多東西的 像卡巴也是很久不見 嗯 嗯 對 雖然說現在拿來裸下啦 對啊 但是至少也算是他這副牌 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是沒有放到 那 Naria這邊 是可以考慮要不要先變身啦 或是他要偷過來補血 繼續抽牌這樣 好 聞一下北俊 因為你最後還是可以 對 就算你補到一戰 你還是可以跟獅子做交換 嗯 那就先幫自己力量交換 這邊應該 我覺得 Omega Euro這邊可以先做一波鋪場 然後沒解掉的話 就直接尖銷 再開始找牌 嗯 或 就看他是要打亮根草 或是打抽牌 因為他其實還是可以打 他是可以打抽牌的吧 2 4 6 對 他要浪費光輝才可以 或是浪費 亮根草 嗯 那你可以亮根草先挑 對 你跟亮根草挑 然後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直接放棄 對 就直接亂點 然後再抽牌 然後他決定是把光輝捨棄掉 感覺光輝 雖然說在這個對戰 光輝也不到太重要 應該還因為光輝打蠻痛的啦 所以 相對來講應該還算是 就跟亮根草的比起來 我覺得亮根草應該才是不重要 真的嗎 因為他是隨機的啊 你拿到的東西不一定是你要的 那今天是你要的 你在看怎麼打 不要的就算了 對 那這邊 爆到的是加計生 所以相較之下就是一個 3-2跟3-3的差別而已 應該是3-3-3後面再去噴聽傷害 那個生物的體質在這個對局來講 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對啊 重點還是你要趕快 趕快補8嘛 那你要找8的情況下 你找完8之後 至少光輝元素 你再配廢輪的話 是可以給到很高的傷害 甚至可能 被補回來的時候 你至少有機會去配其他的 可能是加益生可能是萊拉 對 但是他都沒有 所以他可能 他可能是覺得 相對來講比較不重要 但是比起亮跟草 我自己是認為 亮跟草又更 沒用了一點 對 因為你偷到對手 其實他更可能是 比如說結場法術好了 那就是 比起光輝元素來講 一定是更完全沒用 除非是低費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什麼龍水啊 然後 尖笑的話 其實 就更是完全沒有用 那這邊Naria算是 找了一個機會做一波尖笑 不過這馬上就抽起來啦 因為他剛剛那樣打 只能讓 就只重複一個 卡閘啦 對 只能讓卡閘變綠啦 拉閘已經丟了啦 所以我在想 剛剛有必要把自己的光輝送掉嗎 感覺是 可能可以送個火戰士 單純去拖你的抽牌進度就好了 或是甚至就 是可以考慮要不要先變身啦 或是他要偷過來補血 繼續抽牌這樣 好 聞一下北俊 因為你最後還是可以 對 就算你補到一戰 你還是可以跟司儀做交換 嗯 那就先幫自己力量這樣吧 這邊應該 我覺得 Omega Euro這邊可以先做一波鋪長 然後沒解掉的話就直接尖笑 再開始找牌 嗯 或 就看他是要打亮跟草 或是打抽牌 因為他其實還是可以打 他是可以打抽牌的吧 他要2 4 6 他要浪費光輝才可以 或是浪費 亮跟草 嗯 因為他其實可以丟 那你可以亮跟草先挑啊 對 你可以亮跟草先挑 然後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直接放棄 你就亂拿 對 就直接亂點 然後再抽牌這樣子 然後他決定是把光輝捨棄掉 感覺光輝 雖然說在這個對戰光輝也不到太重要 因為光輝打蠻痛的啦 所以 相對來講應該還算是 就跟亮跟草的比起來 我覺得亮跟草應該才是重要 喔 真的嗎 你拿到的東西不一定是你要的 那今天是你要的 你在看怎麼打 不要的就算了吧 對 那這邊 爆到的是加計生喔 所以相較之下就是一個 3-2跟3-3的差別而已 應該是一個體質 可是那個生物的體質在這個對局來講 一點用都沒有 對啊 重點還是你要趕快 趕快補8嘛 那你要找8的情況下 你找完8之後 至少光輝元素 你再配費輪的話 是可以給到很高的傷害 甚至可能 被捕回來的時候 你至少有機會去配其他的 可能是加計生可能是萊拉 對 但是他都沒有 所以他可能是覺得 相對來講比較不重要 但是比起亮跟草 我自己是認為 亮跟草又更 對 因為你偷到對手 其實他更可能是 比如說結場法術好了 那就是 比起光輝元素來講 一定是更完全沒用 除非是低費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什麼龍水啊 然後 尖笑的話 其實 就更是完全沒有用 那這邊Narea算是 找了一個機會做一波尖笑 不過這馬上就抽起來了 因為他剛剛那樣打只能讓 就只重複一個 卡札啦 對 只能讓卡札變綠啦 拉札已經丟了啦 所以我在想 剛剛有必要把自己的光輝送掉嗎 感覺是 可能可以送個火戰師 單純去拖你的抽牌進度就好了 或是甚至就 都不用 直接洗也可以 直接洗也可以 因為他的手還... 哇 真的 尷尬 真的是尷尬 不過 這樣回過頭來想的話 其實那個寫法好像 在那個時候就應該先丟了 少過了一張牌 對啊 現在這邊把苦痛拖過來 直接把苦痛砸掉 就為了抽牌了抽牌 因為其實以牧師的手牌來說 常常一張不只是一張 他是 讓你先 做到 後續其他事情的一個關鍵 對 其實 欸 他這個寫法 為什麼一直不丟啊 對 其實我也蠻 這邊感覺 這寫法還有扣的 必要嗎 他 要配鞭吃補血嗎 這感覺不太對啊 還是他 他忘記 他忘記瘋狂藥水 有可能嗎 可是那一波瘋狂藥水的動作很大 對啊 因為是北俊拉過去抽牌 北俊 然後補血又在做 這個 一費補血嘛 對 好 這邊是 完全在拼傷害 那個死也直接交了 把整個手牌要轉換成傷害 哇 還是沒找到 這裡一陣尷尬 還可以再抽一次牌 嗯 二 四 六 八 只是抽了之後 法力不夠變身 嗯 我記得他是準十五的吧 對 八已經快沒牌了 還沒變 還有任何機會翻轉的嗎 這一盤 很難 因為你到這一層都還沒變身 這個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忘記 或者是他可能 可是沒有理由為一張 有機會為了一張沉默 躲到這個情況嗎 應該不是沉默啊 所以我覺得忘記瘋狂藥水的機率好像 比較高 比較高 那這邊就 你還是得抽吧 你魚就打了吧 你下一天一定要變身 你至少打了這張 確定下一天可以變 那你的傷害夠不夠 等一下再來盤吧 不然 你都沒有變身的條件 你是輸定了 對 你是輸定了 對 他就變身了 哇 哇 最後一張 真的是最後一張 因為你就 血法 配邊吃 補血 嗯 好像也沒有 也不太對 因為你也不會有很多生物啊 嗯 Naria這邊就可以知道下一回合 Omega Real這邊會變身 他一定會變身 那就大概算一下可以補7滴 就打個傷害嘛 嗯 就是要壓到盡量兩回合之內可以收 然後這邊要知道 對方下一回會補7嘛 就是天生技然後變身那5盾 機動會讓他 在扣AOE的時候 是也更有把握跟自信的 嗯 就是多一個回血手道 嗯 7點其實我覺得很多欸 7血吧 嗯 就 其實重點還是檯面啦 那以他這個血量來講 我覺得就有機會多一個round 可以去更多機牌之類的 對 可以多撐一回合 對 喔 這可能對 要唱第二次了喔 這手牌比較偏向爆發一點喔 他現在應該是最想看到戰馬吧 嗯 其實 就是 我在想會不會留給 留給炸雞比較好 直接 喔 確實 因為這邊轉頭看下來已經18滴血了 對啊 我在想這暗閃是不是可以考慮留給炸雞 那當然他都已經補牌了 你就繼續補吧 只要提防一下 提防一下 提防一下 AOE嘛 你可以選擇丟比較差的生物 去逼對手丟 喔 要個牌 對 喔 他是選擇要解嗎 我覺得相較之下解牌不會比薩鋼來得好耶 主要是他剛剛沒有武器啦 所以他沒辦法很直接的丟了一個龍人 然後又 又把3-3解掉 所以沒辦法防到AOE 不過這個AOE給的也是有夠果斷 有點乾脆 嗯 主要是他還有尖笑吧 他還有一張尖笑 就他想要防戰嗎 這樣子 那這邊就先拔刀吧 這樣也可以 因為拔刀 我想說拔刀丟一個龍人 或是 或是3費的話 你下一層是可以讓南海衝鋒嘛 對 那這邊是不是要末日稍微 拖一個時間 我覺得寫法要下來 手牌這邊抽了一個沉默 有一點匱乏囉 對阿 不知道他剛剛那個AOE會不會交太早 有點太拚了 因為 這其實也可以丟生物去坦 因為剛才丟寫法 其實對方是一定要回來回憶你這件事 而且你可以再尖笑 用兩次這種大型的AOE 對阿 因為你尖笑完之後 你後面打4傷的 如果你有低費法術的話 你其實可以配合火瞻再去補 甚至DK 配合完之後你剩下用火瞻 然後配個一費法術 當作掃地的血 這樣就可以把龍人解掉 對阿 而且你是有選擇 你可以像藥水跟DK你選一邊用 那在對方沒有青王的情況下 感覺這三次就是 藥水 尖笑 DK 三次的掃台 你應該撐得住的 對阿 應該可以把檯面全部要回來 那反而是 他現在這樣打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空檔讓對面來做進攻 Naria這邊右手抽到一張青王 這個 稍微傷一點阿 但整體來講還是很接近阿 是 就 因為圓圓聖這種東西 他就是一個大優大獵局嘛 如果今天讓我鋪到場了 我的BUFF在打快攻內戰也是 超級強 對 那相對來說檯面一被拿走 我也只打不過來 那其實跟 其他種類的快攻 差不了多少 除了這以外 這一個呢是唯一有機會暗殺花反場的人 好 那我們恭喜Naria 現在1比0千 牧師先跑掉 你剛剛還那個 偷偷bm一下 對阿 那個爆牌有辦法防嗎 爆牌 你說在 對局裡面去防爆牌魚嗎 呃 感覺有點沒必要耶 呃 很難啦 真的很難 但 他剛剛還是 還是有被爆一張嘛 呃 已經有一張在手上 對 就 有機會爆的話 然後剛好也沒事做 可以考慮好 再加上其他的手牌 也一直都處於很多的 情況下 呃 我覺得很難啦 那 剛剛的回放是 是要提醒大家 瘋狂藥水丟過了嗎 應該是這樣吧 那個寫法師 真的有丟過喔 對 因為 其實 其實我想不到 應該是他真的忘記瘋狂藥水丟過 那的話就是好像大家都不要抽嘛 你少一張牌 你掉一張牌 我掉一張牌 我沒抽 你也沒抽 然後這邊是 咦 他們怎麼又 這麼有默契 又是內戰 可能已經約好了吧 已經約好 對對對 我們線上木在上得量 看到一個 鏡像開局 不過 先走了這個 對對對 這個算是很強的開局 我認為 先手來講 你有E 然後對手也只丟一個E 那印記貼上去之後 你直接被換掉 基本上你前期的檯面 就全部給了 很難打換 因為德魯伊的爆發 都必須要來自 檯面的堆疊 那現在 在你堆疊的檯面的情況下 這隻35 會一直不斷的去讓你重置檯面 然後 你的 船長你又不敢丟 你怕被夾 被夾一個 就直接回家 嗯 只是我覺得待會轉 還是要考慮一下 就是 可能Naria這邊轉過來 檯面爆炸了 必須要拼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硬拼嘛 現在 Naria這邊 可以考慮丟215超 那個血量其實也夠高 對對對 雖然說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盜賊 就是以牧師視角 他沒辦法確認 盜賊手上的質量 是不是還這麼大 但是絕對不會 比剛剛那個檯面還恐怖 尖笑完的下一個回合 絕對沒有辦法撲到那種程度 所以其實尖笑是很成立的 那這邊應該就是 只剩一張尖笑 然後稍微點一點了吧 這個群群應該可以丟 然後血法也丟一丟 也盡量不要打太慢啦 就是 能早點贏就是好啊 不過 這邊 打到這邊其實應該差不多了啦 賊 因為賊也沒跑 反而是這個 而且 如果沒記錯 Naria好像是沒有帶巫妖王的 沒有帶巫妖王 那這樣的話真的 他就一定還要 然後那個第二張 第二張那個收創人吧 嗯 那逆轉手段又少了一個 對對對 不過 應該也是沒辦法 因為5-8等於你所有蛇文他都解的掉 4-5-8強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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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準 有在時間 哦 在海底沒有用 在海底就不用 沒有強無敵 OKOK 今天好像已經兩位苦主了嘛 兩位苦主 那這個也是一位啦 兩位都還是存活下來 OK 也畢竟也是符合這個我們的數據嘛 就是輸那一把 輸那一把 跟他其他的無關 對不對 呃 而且像這一把 就這一把來說 5-8其實很準耶 對啊很準 超級準的 然後那個騎手也是蠻好的 對關鍵的一把 前面 前面是輸關鍵的一把 嗯 然後這個 Omegaio是輸內戰嘛 是 然後Purple是輸 比較關鍵的 就是已經2比2了 感覺在五行中都有一個這個 邏輯跟劇本在走 怎樣 你說牧師還是會贏是不是 呃 沒有 就是 這個世界賽 感覺發生一樣事情 都走一樣的道路 像前面兩個是都先來敗部 先輸一把 然後再挺回去 再一起回去 這種的 啊小潮剛交到朋友 有沒有辦法一直往前 也是到時候看 對不對 對看會不會那個 如我所預期的 嗯 這個抽牌可能就不丟了吧 慢慢點吧 我覺得要丟也是下兩回 那個拚叫殺再說吧 嗯 我覺得這邊 其實就乖乖的把 把生物解掉了就好 嗯 直接龍水吧 其實我覺得剛剛就可以直接龍水了 嗯 就也不用特別先去撞怪 對 你閱讀了一下牌庫 差別並不大 嗯 就雖然說那個苦痛啊 但是 感覺撞臉還是多一點傷害嘛 對啊 因為你抽到其他的 你好像也不會去做龍水 因為畢竟AOE就已經成一個 比較沒有用的存在 對 那反而卡巴這種東西 雖然說剛才看起來裸下 但他這個帶牌是在理解之上的 就是還可以接受 就是還可以接受 現在就是 看他 看他這個抽牌會不會幫到他吧 嗯 對啊 他應該 如果 Maria在 沒有辦法做 就繼續要控過的話 其實抽牌有可能是可以抱到牌 嗯 而且他已經 他已經先丟拉閘了嘛 是 對 所以幫對手抽一下其實也是不錯的 然後他這邊也是用火箭直接把苦痛 抽乾淨 嗯 挑到尖笑其實還不錯 對 全力找DK 那 Naria這邊 是可以考慮要不要先變身啦 或是他要透過來補血 繼續抽牌這樣 好 聞一下北俊 因為你最後還是可以 對 就算你補到一戰 你還是可以跟獅子做交換 嗯 那就先幫自己力量這樣 這邊應該 我覺得 Omega Euro這邊可以先做一波鋪場 然後 沒解掉的話 就直接尖笑 再開始找牌 嗯 或 就看他是要打亮跟草 或是打抽牌 因為他其實還是可以打 他是可以打抽牌的吧 2 4 6 他要浪費光輝才可以 或是浪費 亮跟草 因為他其實可以丟 那你可以亮跟草先挑 對 你可以亮跟草挑 然後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直接放棄 對 你就直接亂點 然後再抽牌這樣子 然後他決定是把光輝捨棄掉 感覺光輝 雖然說在這個對戰光輝也不到太重要 應該還 因為光輝打蠻痛的啦 所以 相對來講應該還算是 就跟亮跟草的比起來 我覺得亮跟草應該才是不重要 喔真的嗎 因為他是隨機的啊 你拿到的東西不一定是你要的 那今天是你要的 你在看怎麼打 不要的就算了吧 對那這邊 爆到的是加計生喔 所以相較之下就是一個 3-2跟3-3的差別而已 應該是一個體質 可能那個生物的體質 在這個對局來講 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對啊 重點還是你要趕快 趕快5-8嘛 那你要找8的情況下 你找完8之後 至少光輝元素 你再配費輪的話 是可以給到很高傷害 甚至可能 被捕回來的時候 你至少有機會去配其他的 可能是加益生可能是萊拉 對 但是他都沒有 所以他可能 他可能是覺得 相對來講比較不重要 但是比起亮跟草 我自己是認為 亮跟草又更沒用了一點